多年来,中国英卫界人士多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加快脑死亡立法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球恩第一医院岛委书记吕国悦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脑死亡立法需先破除民众的猜忌与恐惧。 吕国悦是中国著名肝移植专家,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 病人出现脑死亡,但只要心跳没有停,家属就一直不放弃抢救。 实际上这时投入任何药品、设备、人员都没有意义, 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会给家属带来更多的煎熬。 吕国悦介绍,心肺死亡的判定不是绝对的, 尤其是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心肺均可移植, 并非不可逆器官,但脑仍然是不可逆器官。 从这一点上来说,脑死亡判定其实更为准确。 原因就是我们居民的这种,我们普通百姓的这种认识问题。 所以说在这种认识问题上,实际上现在我们觉得国家的宣传上还需要更加的投入一定的力量。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他的脑死亡就是一种死亡, 但是现在这种理念还没有完全普及,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有脑死亡的这种概念。 吕国悦认为,要打破这一局面必须加强科普工作, 让更多民众了解全脑死亡、脑干死亡、大脑皮层死亡、植物人等概念的区别。 吕国悦建议,应率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增加脑死亡和心死亡的二元死亡标准, 即脑死亡和心脑死亡标准并存的法律认定方式。 他同时也呼吁更多的法律专家、伦理专家、社会学者帮助推进这项工作。